大家在找 男子爬跪在路边 整个头探进水沟里 不停翻着 等一下一秒 男子整个人倒在葱 跌进水沟里 想挣扎着爬起来 可是越心急 越动弹不得 只能大喊救命 男子虽然幸运脱困 也没受伤 但仍仅不不定 到底当时他在水沟里找什么呢 因为这十块钱是他的公车钱 今天早上56岁的杨姓男子 准备大公车时 钱掉进路边水沟 他打开水沟盖想捡钱 没想到水井去全身脏兮兮 附近好心店家拿水给男子擦拭 还帮忙赴计程车前 让男子顺利回家 图巴中心基隆报道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